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要义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是 祷告的规范 主导文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主导文的解释 那上一周呢 我们谈到了第一个祈求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那这一周呢 我们将学习这个课程的148课 就是主导文的第二个祈求 愿你的国降临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十章 第四十二小节 那么在这个内容 一开始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 实际上愿你的国降临 就其内容上没有任何新的内容 和前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命 实质上是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但是他觉得 把它与第一个祈求分开来讲 来教导 是有很好的理由 然后他就对这个理由加以诠释解释 当然这个主导文是 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内容 所以加尔文牧师认为 这个祷告里面一共有两大部分 分前三个祈求和后四三个祈求 前三个祈求是关于直接关乎神的名 神的国神的旨 后三个就是关乎我们个人的问题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什么罪得赦免 就我们脱离各种试探等等 那现在我们谈到了 之前谈到了第一个 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然后加尔文牧师实际是认为 这三个其实都是同样内容的祷告 但是他却分为不同三个来教导 有他的目的 关于第二个祈求 这样分开来教导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就谈到了因为 前面谈到这样分开有好的理由 然后他就具体解释 如果我们考虑到最重要的事情上 其实他就谈到了人的堕落之后的本性 我们人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往往是迟钝的 昏昧的 或者是迟钝的 领悟上比较迟钝 也就是说他谈到了人的软弱 软弱性 人犯罪堕落之后 在人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都反映出了无能和软弱 那特别是在认识最重要的事情上 往往领悟的比较迟钝 因此呢 上帝就为了让我们能够完全了解 本来应该完全了解的 所以他就在让我们了解 其本质上进行了更多详细的讨论 所以他说这样的重复 更多的详细的教导是有必要的 因此在吩咐我们祈求上帝 抑制或者是最终抹去消除 在他圣明上一切的玷污之后 又添加了另一项类似的请求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但是呢 却其中包含着几乎相同的 看似是类似的相似的 而且实际上内容是几乎相同的 这个愿望 也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这是在开始解释 愿你的国降临之前 加尔文牧师就对这样的祷告 在本质上实际跟第一个求 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是类似的 然后几乎相同的愿望 但是是因为我们的迟钝 而且有必要多方的讨论 让我们能够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能够在本质上 应该完全得到了解 所以其实基督教的教育 很多的时候都具有这种重复性 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 上帝教导他百姓有关重要的真理的时候 都是多次多方 不同角度 多维度的重复的这样的教导 为什么 是考虑到我们的软弱性 我们的迟钝 我们的悟性的 有限 悟性的软弱的方面 有关系 而且再加上我们心思分散 上帝教导我们一百个真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很难抓住重点 所以有的时候 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精准地掌握 必要掌握的这个真理的本质 所以他会采取这种多次的重复的教导 那我们就来具体来看 这个愿你的国降临 首先呢 加如牧师解释了这个神国的定义 愿你的国 这是向父祷告的内容吗 你的国就是上帝的国 那上帝的国的定义呢 他在这里面做了简单的重述 复述神国的定义 为什么说复述呢 因为以前已经讲过了三章 在三卷三章的十九节 还有三卷六章到十章里面 那十九节就简单了 神的国在乎什么重生悔改啊等等 然后其实六章到十章的话 三卷的六章十章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其实就谈到了基督徒的生活啊 谈到了一系列什么 我们要自我否认啊 要仰望默想未来啊 要这个持定永生等等 这样的内容啊 所以他就简单了重述这些内容啊 以前讲过了 简单的复习啊 重述 所以当人舍己 自我否认啊 然后轻看这个世界 和今世的生活 然后竭力寻求义和 盼望天上的生活的时候 神就在实行统治啊 注意 他所定义的神的国是什么 上帝在他百姓心里面的统治啊 上帝在人心中的统治 当人开始竭力的舍己 自我否定 然后轻看今生今世 竭力追求公义和盼望来世的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全心心渴慕 一方面拒绝 否认 然后另一方面渴慕的时候 其实上帝就更有效的 全方位的统治在神的百姓的心里啊 那这样他也把这个国度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呢 其实都包含在这个定义里面了哈 首先呢 神借着他的灵的能力 改变我们一切敌对他的属肉体的败坏的欲望 这就是自我否定 自我否认 舍己 然后轻看今世的生活 这样的 这是所有这些腐败的欲望嘛 借着神的灵啊 上帝 上帝的统治嘛 上帝的统治 上帝实行统治 上帝实行统治 乃是借着他的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里面消除改变 一切抵挡他属肉体的这个败坏的欲望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重新回到伊甸园里面 那两棵树哈 亚当在这里面 这就象征着这个顺从和不顺从的这个概念 特别是善恶果树分辨善恶树 上帝在以善恶分辨善恶树 这棵树作为一个顺服的一个记号 或者是考验哈 来考验亚当的顺从 但是亚当呢 心生私欲 结果违背了神的命令 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嘛 结果这个我们称之为堕落嘛 背叛嘛 所以他被驱除 离开了那个伊甸园 象征着生命和死亡与神的隔绝 后来呢 神也借着教导什么献祭的制度啊 应许啊 约啊等等 在历史当中展开他的救赎计划 那当我们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所谓的悔改归下上帝之后 我们要持续的一生不断的 圣灵和道啊 这个是圣经真理 加上圣灵 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就不断的 亚当堕落嘛 心性都败坏了 所以那个撒旦 那个罪 借着掌控了亚当的心 所以死和罪在亚当生命当中掌权嘛 堕落之后 人就本性越来越败坏 借着十字架复活重生 有效呼召以后 人就开始恢复嘛 所以实际上神的国是要重新在人心中实现完全的统治 堕落的这样的过程是这样的 借着十字架 然后重新恢复 借着这个真理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的工作 然后恢复神在我们心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完全的掌权 所以一方面是要消除一些败坏的欲望 另一方面它使我们全部的心思均顺服它的权柄 使我们消除一些负面的东西 然后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当中完全掌权 完全掌权 所以这就是神的国 神在人心中掌权 治理它的这个概念 当然这是从救恩的角度 从另一个角度神的统治 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 整个宇宙万物都在神的掌权当中 即便堕落的世界仍然在上帝的掌权当中 虽然我们耶稣教导说这个世界的王 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实行统治 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已经粉碎了他的权势 撒旦耶稣来之前其实也在神的掌权当中 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 撒旦的所有的行动 他行动的范围都在上帝的限定的里面 上帝允许他到什么程度 他才能做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世界仍然在掌权 上帝在里斯列的历史当中 在全人类的历史当中 特别在后期的先知书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对列邦宣布的审判 这个已经表明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掌管也审判世界的主 他是真正的王 真正的王 不然的话他没有权利审判列国 所以他是自然界 包括人类历史 他都做王 一直在做王 只不过是 他在用他的那个绝对的主权 在统治万有的时候 里面仍然有反叛和悲逆 所以这个后面我们会讲 那在这里面 上帝在宏观的整个宇宙当中的掌权 和神在人内心的当中掌权 这里面说到其实是这样的治理 待会我们会讲到 在近前人和不近前人心中的这个掌权 所以大家谈到这里面的时候 一定要思想 其实前面加尔文牧师已经谈到了神的护理的问题 已经谈到了整个都在神的掌权 这个层面 神的统治是不被忽视 现在虽然谈的是更窄一层面的 在神的百姓的心里面的掌权 或者在教会当中的掌权 所以在这里面一方面消除我们里面败坏的欲望 另一方面是积极的是使我们顺服他的权柄 那上帝如何扩张他的国度呢 他有他的方法 首先我们首先从对于近前人 在近前人心中 或者说在基督徒 在教会信耶稣的人心中 神国度的扩张的方法 因此只有那些从自己开始的人 也就是说那些祷告 求神除去自己身上那些扰乱神国安宁 以及损害神国清洁的败坏之物的人 消极的 刚才我们说除去我们里面那些败坏的欲望 情欲 才能正确地发出这个祈祷 也就是说这个祷告呢 首先是他们是蒙恩的人 基督徒 他们首先是被神除去 除去自己心上扰乱这些东西 才能正确发出祷告 从自己开始 自己先经历悔改 经历重生的恩典 当然这个我现在说的重生的恩典 不是说这个加尔文的那个概念 是现代我们所说的重生 苏醒 灵的觉醒 被更新 加尔文牧师的重生是一生的 近似于成圣的过程 全过程 近似于这个持续的这种悔改 所以我们要留意这种不同的概念 所以也就是说开始 转向神 蒙恩的人 从自己开始 才能发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 灵魂苏醒的人 认识上帝的人 蒙上帝呼召的人 然后他才能够发出这样的 祈求 未被更新的心思 未被更新 未经历悔改的恩典的这样的人 他们是不可能有认识神的国 追求神国 发出这样正确祈求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既然神的道 就像王的杖 上帝借着他的道来 发出命令 吩咐我们这样的祷告 主祷文 教导 那求神 这个祷告的内容是 求神致富我们心中 所有心思和心灵 叫我们自愿的顺从 借着神的灵 注意 神的道 加上神的灵 注意 这是加尔文 所从圣经里面提到的 神在他百姓心里面 掌权的方法 借着他的话 借着他灵 灵派的肢体 可能过度注重圣灵的掌管 那可能保守的 长老会的肢体 可能广 或者基要主义者 过度地注重神的道 实际上 神的道和神的灵 特别是在加尔文的 这个神学里面 他从约翰福音里面 看到了 神的灵是真理的灵 不能脱离神的道做工 神的灵始终是借着他的道 来在人心中 做那种隐秘的感动 不是莫名其妙的 违背神的道的感动 不是获得了一个 违背神的真理的启示 那种启示是不存在的 所以神的灵一定是真理的灵 他借着先知 漠视神的道 所以他也不背乎 他所漠视的道 所以引导人进入真理 明白真理 顺从真理 所以圣灵的工作 都是符合真理的 向着真理的 所以显明他道的能力 神的道也是 借着圣灵的做工 发挥功效 然后以至于 使人心中尊荣神的道 然后这个事情变成就了 神就实行了 成就了他在人心中统治 所以消极的是 消除人的罪恶的欲念 积极地使人完全顺从 神的真理 顺从神的智力 那这个做法是 借着神的道 神的道 借着神的灵 借着神的道去光照人 显明人心中的那种 错误的欲念 指出我们的错误 促使我们悔改 抛弃 愿意舍己 舍己 前面说自我否认 然后攻克己身 然后轻看世界 然后积极地去 渴慕 追念 盼望 那个来世的那种生活 以至于我们虽然在地上 却攻克己身 教神 服我 带着那种盼望去生活 这就是神的国 在我们里面开始 不断地扩张 有多少程度 让神的灵 和神的道 统治 抵挡我们里面 邪恶的欲念 自私 贪婪 骄傲 等等 爱世界 然后有多少 顺从圣灵 体贴神的道 然后去顺从 神的心意 让我们的心思 被神的真理所掌管 顺从神 甘愿的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是我们甘愿的 爱慕 神的道 爱慕 那个神所应许的 那个将来 完全的那个国度 所以在地上 我们就决定了 因着信 我们知道 那个是事实 因着盼望 我们知道 那个渴望得到那个 所以虽然我们自身 还有困难 里面有败坏的本性 欲望 这个世界的诱惑 所以一方面 我们面对这个 争战 致富 另一方面 要极极的顺从 所以在 活在现在 活在当下 但是却时时刻刻 盼望着 那个将来 真正的 完全的救恩 和国度的实现 因此呢 这就是基督徒 应该有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 借着这个机会 反思一下 当今我们的信仰 有没有这种盼望 有没有这种追求 有没有这种渴望 有没有这种征战 功课 己身 教圣 父我 让神的道 神的话 在我里面 借着神的灵 掌权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神的国 在我里面扩张 那么我们需要 在神的道上 成长 对不对 圣灵赐下 各样的恩赐 有各样的职份 牧师 教师 等等 唯一的就是 教导圣徒们 在真理上 成熟 同归于长大成人 效法基督 长成的样式 不至于 被各样的 异教之风 诱惑 飘来飘去 不被一端迷惑 不是最终目的 那只是消极的 重要的是 我们在真理上 心智上成熟 像西伯来书作者 所讲到的 在心智上 要长大成人 能够吃干粮 心窍吸淋的通达 能够体贴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顺从神的旨意 甚至 畏罪征战 甚至到流血的地步 然后 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追求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一个人 认识到神的国的 上帝统治的方法 也渴望 神的国的统治 才能够发出 这样的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也就是 愿上帝的统治治理 来掌管我的意思 攻 消除我里面的 罪恶的欲念 让神的旨意 在我里面成就的意思 让我屈从于 甘心的 顺从于神的话 神的王 王杖 权杖 神的治理的意思 第二 那对于那些 不敬钱的人怎么办 说到那些 顽梗 疯狂的 拒绝神的 权柄的恶人 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统治 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 基督徒是意识到了 因着 借着圣灵的光照 灵魂的苏醒 真理的启示 圣灵的教导 使我们知道 神的权柄 神的掌权 我们也愿意 以我们的心意 也被更新 使我们愿意 不同程度的 愿意 降服在 神的治理当中 虽然在 攻克己身的 过程当中 很痛苦 但是愿意 接受神的主权 这个是承认 并愿意 接受神治理的人 但是对于那些 不尽钱的 不信的人 顽梗 悖逆的人 他们是第一 不知道 第二 实际上 他们是疯狂的拒绝 逃离神 我们之前也讲过 罗马书一章里 谈到了明明知道神 却不认 故意装作不认神 所以他们实际上 是顽梗 悖逆 拒绝神的 不顺从神 故意反叛神 所以这里面用了 顽梗 明知故犯 疯狂的拒绝 你还是讲 拒绝 抗拒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知道神的勇能和神性 但是他们是故意 悖逆神 所以称他们为恶人 不敬天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 上帝如何实行 他的统治呢 上帝乃是透过 使整个世界蒙修 来建立他的国度 这是一个总结 是挫败 羞辱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是抵挡神 上帝就用他的权能 去挫败他们 让他们所愿的 不能成就 打乱他们的计划 以至让他蒙修来 实行他的统治 尽管他叫人 蒙修的方法 上帝使人受挫 蒙修的方法 有很多不同 他驯服某些人的 淫念 淫欲 邪恶的意念 驯服他们 也打碎一些人 另一些人的 不笃的骄傲 所以上帝用那种 强烈的手法 驯服他们 甚至破碎他们 挫败他们 后面也会谈到一些 具体内容 也就是说 我之前跟他讲的 上帝有的时候 为了让一些 不认识神的人 遭受挫败 比如说让他事业上 事业一事无成 或者是道路受挫 或者是婚姻破裂 或者健康崩溃 瓦解 或者是试图 遇到很多的错 打击他的骄傲 破碎他的欲望 让他受到错 受羞 以至人的心灵 开始降倍 这是人的本性 人在横通的时候 人在尊贵当中 人不太容易 谦卑自己 不太容易 我们这是从 一般的角度来说 反而人因着自己的 成就 反而更加狂妄 骄傲 去向造他的主 夸口 反过来呢 上帝用各种方法 用他的智慧 护理 让这个人受挫 遭到严重打击的时候 他就可以摆脱 那些外在成就的 虚伏的骄傲 以至于让他能够 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心灵变得贫穷 这一点我们 从和西亚书里面 也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旧约 新约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教导 在和西亚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百姓 因着上帝的祝福 他们就心交气傲 不认识神 转离神 去拜偶像 上帝采取的方法 不只是拆遣先知 去苦劝 去责备 甚至上帝 兴起环境 用和西亚书的表达 就是 圈起栅栏 去阻碍他们的道路 以至于让他们受挫 甚至在其他书 先知书里面说到 他们依赖的那个埃及 就如同芦苇一样 他们本来想 靠着芦苇 作杖 来支撑他们 站立得住 结果芦苇折了 刺透他们的手 他所依赖的 让他依靠的 反而给他带来 不但不成为帮助 反而成为他们的羞辱 成为他们的伤害 他们所依靠的巴比伦 等等 亚述 最终成为他们的羞辱 成为他们的欺压 这就是上帝训 教导那些狂妄的 逃离神的 试图依靠世俗的力量 离弃神的 像耶利米说是 那些依靠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 他们必向沙漠的杜送 最终他们的生命得以枯干 他们所狂妄的 所依靠的 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依靠 所以上帝一定会打击 挫败这些人的骄傲 让他们最终 制服他们的心智 来建立他的国度 所以这是对于 不敬虔之人 神的做法 因此呢 上帝教导我们 这些基督徒啊 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切募什么 我们应该祷告什么 所以这里面说 我们应该 加尔牧师劝我们说 我们应该每一天盼望 这个事情成就 盼望什么 两方面 神的国在我里面 制服我的自己的 自私的邪恶的欲望 让我这个心 让我整个人 完全顺从神 降服神 接受神的道 和神的灵的统治 另一方面 我也盼望 上帝的权柄 治理权地 驯服那些被你反叛的人 让他们的骄傲 受到挫败 最终让他们被神 折服 降服于神 归入到 敬虔人的范围里面 所以基督徒 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自身 神在我里面 深入的 深入的统治 统治 包括 还有其他的 除了我自身 还有其他人 其他 其他人 你可以说 这是福音的传播 所以我们一般 常常 有一种狭隘的概念 神国度扩张 不只是 福音传播 福音传播 是神福音 扩张的手段 但不是终极目的 就一个人 灵魂上天堂 不是终极目的 终极目的是 神的国度扩张 从这个创造 来理解 加上堕落 从创造堕落 到救赎 到新 新天新地 你这样来理解 这个历史 你这样来理解 这个世界的 神的整个计划 原本创造的目的 因着人的堕落 受挫了 上帝堕落 然后上帝 透过救赎要恢复 最终要恢复完全 那个亚当 没有完全顺从 而形成的 敬虔的后裔 整个亚当的后裔 都成为敬畏神 顺从神的百姓 神在这个地上掌权 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那个计划失败了之后 上帝透过救赎 恢复 透过教会 在地上恢复 最终成就的 那个被成全的教会 在完全被更新的世界里面 神的国完全实现 那个 你就理解了 神在这个历史当中 要做的工作 你我处在现在 当下的处境里面 为什么要 神的权柄 要深入在我们里面 我因为什么要扩张 上帝透过打击那些人 蛰伏那些人 包括中国人 为什么 两千年以后 整个世界 多次的 病毒的感染 为什么中国经历 多次的什么地震 当然有一些 人为的角度 什么建立这种水库 造成的这种地壳的压力 从一般常识来讲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上帝在护理当中 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次次的打击 包括现在我们所处的处境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可否认 这是在上帝的治理当中 当然有恶人 自己的本分 他们无可逃脱的 因着自己郁昧的决定 或者恶人自己作恶 产生的后果 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或者痛苦 在经济上 在精神上 在各个方面 我们不否认这个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这些事情发生 目的背后有很多层面的目的 对不对 那么上帝是不是会透过这个方面 来让中国人反思 在对我们国家的体制有反思 对我们虚妄的 所谓的厉害了我的国的 那种虚妄的自傲自满 民族主义 或者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成就 带来的那种虚幅的 那种虚妄的自信和骄傲 阻打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谦卑 结果让这些事情 这种虚妄的梦破碎的时候 不就是为了折服人 让人的心灵贫穷 以至于福音的种子 可以在这样的相对好的土地里面 而前面那个刚硬 那个荆棘杂草 那个石头被剪除 被生耕 上帝借着他的护理和灵 在人心中做的育工 如今不就是为了 让人心转向上帝吗 福音的种子在人心里面 得以栽种 神的国度不得以扩张吗 当然认识神的权柄 顺从神的权柄 尊容神 照着神的该受的尊从 尊他的名为圣 他的国在我里面实行统治 神的名字不就得到 当得到尊从和荣耀吗 照着神当受的顺从去顺从 侍奉去侍奉 这不就神的国度 在这个世上扩充的方法吗 所以这是应该我们成为 我们所切勿的 我们盼望神的国成就 整个宇宙性的神的救恩 以及我个人的救恩 上帝在我身上 越大程度地统治 实现他的统治 我越大程度地去顺从 这不就是越尊容神的名吗 照着神所示的 我应该全心全意地去 以他为中心地去过这种生活 这本身不就是礼拜 不就是侍奉 这不就是救恩的目的 这不就是尊容神吗 我里面越多地顺从 我的私欲贪心 我依靠自己 骄傲 自我主张 奔自己的道路 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话 不越是羞辱神 背逆神 反叛神 反过来我越调整 我的视角 我的心思 我的追求 我的切勿 我的价值 我的判断 我的时间 我的青春 都调整 愿意顺从神的道 和神的灵的支配 掌管的时候 不是丧失了自我 反而救了我 让我这个人 真正作为神所创造的 按照神的形象 被造的这种存在 实现了我应该 侍奉造物主 在整个地球宇宙空间 在上帝给我的才干 和给我的人生里面 我更大限度地去顺从神 实现我这种存在的价值 不是吗 当然具体地可能你作为什么 技术人员 作为什么艺术家 作为工人 作为传道人 宣教士等等 上帝给你的角色和恩赐不同 但是本质是 你越多地顺从神 否定自己的那些罪恶的欲望 不要让欲望支配你 不要让你所谓的自我 你所谓的这个寻求自主 去控制你自己的话 上帝越多地引导你 主管你 你越得到你自己 而不是丧失了 让你自己堕落 所以反而成就了你自己 成就了你在上帝的里面 上帝安排你的这个生活的处境里面 无论你的恩赐和你这种存在 实现的最高的价值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信仰使我们变得更加愚昧 以为信仰使我们丧失自我 不是 信仰反而恢复我们 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我 真正的照着上帝所造的 照着上帝给我的才能 照着我应该实现的这种价值和人生目标 去实现真正的我 这才是我们人生吗 在其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们贡献在神的国度里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社会当中 上帝给我的岗位 无论是教内教外 透过我的才干恩赐 我的侍奉 服侍 别人从我身上得到不同层面的益处 无论是在社会上 你透过你的实现的价值 别人得益处 还是在属灵的里面得到益处 这就是实现我真正价值的一种方法 神的国在我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切勿这些 这是我们重生之后 我们获得新生之后 应该有的新的这种倾向性 爱慕 新的价值 新的追求 所以这种切勿体现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包括自己 愿你的国降临 包括自己 深深的渴慕 自己渴慕 自己渴慕那种生活 当然也包括渴望 因为你自己有那样的渴慕 所以你也期待别人像你一样 同样去过这种 真正有意义 有价值的 萌生喜悦的人生嘛 同而让神的名字 得到该受的尊从 祂的名字 得到该 得到的荣耀嘛 所以 以至于你这样切勿 祷告 盼望这样成就 盼望的成就是什么呢 神能够从各地 招聚祂的教会 刚才我们说了 教会在蒙昭之前 就是邪恶的人嘛 不敬钱的人 透过各种方法 挫败他们 以至于让他们 有个贫穷的心 然后借着神的道和灵 在祂里面 唤醒祂 呼召祂 以至于让祂回转 归下上地 然后甘愿地 不断地在神的道和神的灵里面 成长 以至于神的教会呢 不只是在树木上 人数上 而且在深度上 丰富的恩典 在每一个人心灵里面 更深的 更全方位的 统治 支配 恩典 圣灵和真理 支配我们 这是范围 数量上的和质量上的 一统的增长 在我们中间建立应有的秩序 这种秩序就是 人 尊神伟大 亚当堕落之前 所持续的那种 当然亚当没有进入到完全的那种顺从 他如果是在考验的期间 持续顺从神 不吃善恶顺从的果子 他就进入到完全境界了 所以基督来给我们立了那个榜样 作为幕后的亚当 作为人 他完全顺从神 凡是顺从神 遵守神的这个秩序 神就在他里面 做神 自己要做的事情 说自己说 所以耶稣说 我不凭自己说 我不凭自己做 我做乃是 从我父那里看见我做 说 父在我里面说 他所要说的话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被充满的人 被上帝支配的人 神的国在他身上完全实现的人 所以这种秩序 神和人之间正确的秩序 然后以至于在神的掌控当中 智力当中 我们人和世界也形成正确的秩序 这是所有秩序的基础 人如果不顺从神 家庭 社会 教会 单位 各个领域 你的秩序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所以人类 社会 人个体也好 社会也好 真正的成就 国泰民安 幸福 其实是在基督里 恢复在神的里面的正确的秩序 恢复神和人之间的正确的秩序 另一方面呢 你看这是前面是教会 另一方面要打败 所有与纯正教育和真信仰为敌的人 就是那不敬前来 颠覆他们 倾覆他们的计谋 挫败他们的企图 更加品质上 更加深化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盼望 神在那些尚未归正的人里面 去挫败他们 颠覆他们的计谋 以致让他们谦卑 回转归下上帝 这是我们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所包含的意思 神的统治在我里面 在教会当中 以及透过教会传扬福音 以及神在一般领域当中 去折服那些背逆神的人 最终让他们回转归下上帝 这样就是神的治理的范围 统治的范围在扩张 所以宏观的 神宇宙性的统治 狭义的 神在人心里面的掌权 在人类社会当中的掌权 而这个掌权先从神的百姓 那些神所呼召的 有效呼召的 神的儿女心里面 教会里面开始扩张 然后透过教会 然后包括神在不信的领域 直接的干预 和透过教会的 顺从神的旨意传扬福音 呼召他们 预备他们的心 然后呼召他们来 这样随着人数的增长 人类社会里面 在人心里面这种 我个体里面 神的国度在扩张 同时在社会当中也是 随着更多的人 顺服神的主权 深入和范围的扩张 这样神的国度就扩张 神的统治的范围 更多人认识到神的主权 更多人愿意顺从神的支配 这种统治在人心中的掌权 神的国度就在扩张 明白这个概念了吧 为什么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 为什么要赐下福音的使命 大使命 你想做传福音的人吗 你想做宣教士吗 如果不明白这个 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 做宣教士 顶多是我的目光 只是定定在多救一个人 上天堂不下地狱而已 但是那个不是终极目标 人不是终极目标 福音和救赎的终极目的 不是人本身的益处 虽然包含 但是透过福音 呼召他们 深化在他们里面的是 神的统治要恢复在他们里面 神要恢复在他们身上的权柄 而你自己如果没有认识到 这个福音的本质 上帝作为的这个本质的话 我们在公司上班也好 在教会里的侍奉以后 都是盲目的 所以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基督教里面强调的 顺服超越一切 信心顺从超越一切 为什么 这是核心 神统治在人心中 上帝不用一个不顺从的人 去成就他的国 虽然偶尔利用人 但是不使用这样的人 为什么 神更喜悦 使用那些明白他的旨意 甘心乐意顺从他的掌权的人 去荣耀他 去做成他的工作 所以所有的侍奉的基础是 让神在我生命当中掌权 我这个人成为一个信靠顺服的人 所以我们要切勿这件事情 看到自己的败坏的同时 更加切勿 让神除去我里面一切邪恶的欲望 让神在我里面更深地支配我 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的信仰 生命祷告 同时也盼望 神在国度的统治 在范围上 更多的人 可以被神掌管 透过福音 他们归正 然后让神的治理统治 更深化在他们的心里面 无论是在范围上 还是深度上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加尔文牧师提到了 神的国度最终完全实现 是有时间的 因此神吩咐我们祈求神的国度每天扩张 有很好的理由 因为一切的污秽都被洁净 每一天扩张 有好的理由 因为最终一切的污秽被洁净 纯全正直 知凡业貌 人们才能够达到最终的这个繁荣 人类 人达到真正的成功 幸福成就 是在将来 有一天 一切的污秽被洁净 纯全正直完全昌盛的时候 然而 这一切 就前面所说的这个污秽被除掉 纯全正直完全被恢复的 这个一切完全得以实现 是要等到基督最后再临的时候 才能实现的 所以你就理解了吧 这就是 加尔默示的教导里面 其实也谈到了这种默示论 这种已然 未然 已经临到 但尚未完全实现 无论是从救赎史 还是从 个人的信仰的成圣 来看 还是神国度的扩张来看 都是如此 现在努力追求 但是 现在 虽然无法实现 完全完美 但是最终有一天 上帝所定的时候 基督 在临的时候 完全实现 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就这样 你们还没有征战到流血的地步 所以你不要灰心 举起 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继续前行 因为 那个最终的成就 一定会实现 正如石头保罗所说 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那个时候 神做王 然后基督将他的国交付给神 等等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神 基督 被救赎的人 在照着神 所应当得的尊崇 去尊崇 尊崇神的时候 敬拜三一上帝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所有的秩序 得到恢复 完全 人也没有误会了 都是洁净的 都是被成全的 一人 所以 我们看到 不只是我们个体的深化 范围的扩张 还有时间性的 到了最终基督在临的时候 那个国度 才能实现 我们看到这种 这种立体式的 我个人的深化 然后范围的扩张 然后时间性的 最终 基督在临实现 这就是我们 应该有的这种 成圣观 这种救赎史 或者说 末世论 因此呢 此祷告 应该释放我们脱离 那些叫我们 与神分离 神的国度 不能在我们里面 兴盛的种种 属世的败坏 这是消极的 我们前面讲到了 这个祷告追求的 所切勿的就是 能够帮助我们脱离 这种世俗败坏的禅粮 与神分离的 并且使神的国度 不能在我们里面兴旺的 那种各种各样的 属世的败坏 第二 此祷告也应该激励我们 竭力的致死肉体 第二 致死我们败坏的本性 然后第三 最后呢 此祷告也操练我们 去背十字架 因为这是神 国度扩张的方法 这是就具体讲到了 虽然前面讲到了 范围树木的扩张 然后更多的人悔改 实际上神在我们 每个个体里面 深度的扩张 就是包含这些 脱离各种属世的败坏 然后致死肉体 以及背起十字架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不同层面的角度 让致死我们里面 一切的败坏 让各种欲望 邪恶的欲望和罪恶 不能在我们里面掌权 反而让神在我里面掌权 背十字架 不仅是致死我自己 背十字架还强调顺从 对不对 基督背十字架 不只是为了死和受苦本身 十字架是他顺从 以至于死 他的死是因着顺从 为着顺从 所以一方面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的目的是顺从 凡不背起十字架 跟随我的 就不能做我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十字架 消极地否定 但是积极地是为了顺从 所以这是神国度扩张的方法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度 在我里面扩张 除去那些消极负面的支配 更多地让上帝 在我里面掌权 所以倘若里面的人被更新 我们就不必对外面的摔残 感到伤痛 这是保罗所说的 虽然外体一天 这个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外体虽然这个朽坏 外面的衣服 外面的帐篷 渐渐地摔残了 但是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这就是我们成长基督徒 成圣的过程 因为这就是神国度的性质 神的国度的性质就是 在我里面 如同一个种子 生根发芽 结苗发旺 结出丰盛的果子 神的国度的势力 支配 更多范围的支配 在我里面 结出公义 和平喜乐 这样的果子 也就是说 当我们顺从义的时候 神国度的性质 就是顺从被义支配 被神掌权 被神的灵和真理支配 被义支配的时候 顺从祂的时候 祂就使我们有份于祂的荣耀 当我们完全顺从神的时候 甚至顺从神受苦 否定自己顺从体贴圣灵 与基督一同受苦 也必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所以当我们顺从神 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 最终我们就有份于神的荣耀 将来神给我们尊荣 那个尊荣到底什么呢 有的学者说 就是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的 那个行性样式 那个其实是最大的荣耀 当然也包括神的称许 神的称赞等等 所以得到那个尊荣 包括神对我们的地位的高举 抬举等等 这个荣耀包括很多 所以弟兄姊妹 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当然渴望获得神的荣耀 有奉予神的荣耀 所以有的时候 不太具体的知道 这个荣耀是什么 但是渴望 因着渴望它 所以我们愿意这样 这也是保罗说 不是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我们渴望我们真的有一天 向基督恢复神在基督里面 重造的我们那个 完美的行性样式 所以我们渴望那个 所以我们每一天才 否认自己功课己身 对不对 甚至撇下世俗的一些 暂时的快乐和享受 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 这个世界美元人民币的 这个韩币的这个味道魅力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 对世界看不红尘的 厌世顿俗 是因为我们爱慕那个荣耀 所以我们切勿 我们将来最终成为的 要成为那个样式 所以我们不满意我们的现在 我们愿意舍去这些功课己身 愿意抛弃这些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积极的正常的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虽然每个人情况不同 有一些基督徒呢 因为人生活在世上太痛苦了 其实我过去也那样 查考基督教历史也那样 基督教历史当中 所有基督徒热切盼望 勇士的那个时代 几乎都是贫穷 受逼迫 最艰难的时候 中国教会不是也那样吗 这个改革开放之前 经济不富裕的时候 受逼迫的时候 大家都盼望将来 改革开放十年二十年之后 物质也丰富了 教会有钱了 基督徒也懂得这个世界的美好了 你发现开始 人们对基督在灵的盼望 就不那么热气了 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韩国也是如此 美国也是如此 艰难的时候 大家都对将来盼望 因为地上太苦了 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也是 使地上一些苦难 允许一些苦难 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 断了这些败坏的 今世的邪恶欲念 让我们更加盼望 那个真实的国度 其实跟出埃及地 一模一样 上帝的做法真的是 让法老 不认识约瑟的法老 起来去逼迫他们 残害他们的时候 其实就是预备他们 不再留恋埃及 开始想着离开埃及 逃避这种苦难的时候 上帝预备他们的天使 地利人和 最后把已经训练好的 八十岁的摩西 完全顺从的摩西 不靠自己的摩西 去带领他们出埃及 所以如果没有患难的话 摩西再行神迹 也不可能有出埃及事件 出埃及事件 为什么 以色列百姓的意志 心意里面根本就是 埃及就是天国 埃及就是贾南地 咱们不想离开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给我们苦难 可能是上帝爱的表现 我说可能是保守 是提醒你去那么思考 我是坚信这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败坏的本性 真的是 如果在近世上 基督徒凡事横通的话 不是什么好事 一旦什么事情都顺利的话 我们自己就软弱 我们的本性就软弱 不警醒 一定会祷告不起来 一定会腐败 所以有的时候 偶尔遇到一些麻烦事 糟心事 上火的事情 睡不着觉的事情 心里压弃的事 我们开始祷告 警醒 然后开始那些 一些捆绑我们的 邪恶的欲念 开始从我们身上脱离 与我们分离 不再蒙蔽我们的心灵 这就是神的爱 有的时候 适当地用鞭打 患难给我们 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神国度扩张的方法 这是 当神不断地加添 祂的亮光和真理 借此驱散 消除摧毁撒旦 其国度 谎言黑暗 撒旦的国度 就是谎言和黑暗 黑暗就是没真理 谎言就是期盼 扭曲真理 似是而非 所以上帝越发的 发出祂的真理的亮光 就是为了驱散和消 只是透过讲明真理 学习真理 宣讲真理 教导真理 让人明白真理 就消除了 揭露了 驱散了撒旦的 一切的谎言和黑暗 来保护祂的儿女 所以神的儿女 亲近真理 要学习真理 神的儿女 广信了耶稣 拿这个属灵的私利 我已经迎接主了 主的儿女 天国就是我的了 满足 这是愚蠢的 极大的愚蠢 给你预备了丰富的产业 你去停留在 承受产业的门口里面 就满足了 还有更多的真理要追求 真理的宝藏要寻求 不学习真理 我们里面那些败坏 那些黑暗 那些虚谎 如何去清除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很自以为是 很愚蠢 当神的真理 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我是这样的骄傲 这样的自以为是 这样的愚昧 我竟然这样想 太笨了 太愚蠢了 这只有在不断地 学习新的真理 或者说 真理有的时候重复 有的时候 你听这个真理的时候 可能没在乎 你听了第三次的时候 那个同样的真理 可能就敲醒你了 你发现原来 这个真理 对我这么重要 才发现自己 这么无知等等 所以接近真理很重要 所以聚会很重要 聚会 聚会 这就是圣经 为什么说 不可停止聚会 聚会一个是 圣徒之间的相交 互相劝勉 互相教导 第二就是讲到 听到 礼拜当中听到 上帝透过 他所设立的仆人 传道人 教导我们真理的时候 听的时候 我们被唤醒 然后我们才摆脱 这些谎言黑暗 才能够更加 这个在圣灵的引导下 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 所以兼顾恒久的忍耐 并且使我们能够 兼顾恒久的忍耐 面对各种事量 那另一方面呢 当他挫败他的敌人 不尽全的阴谋 驱散他们的诡诈和欺骗 对付他们的恶毒 遏制他们的放纵 最后又恐 这样的方法 你发现还是两个方面 在神的百姓里面 然后在不信的人里面 做工的方法 然后最后呢 最终用孔中的气 消灭那些低基督 仍然不悔改 抵挡神的那些人 包括他的撒旦 用降临的荣国 毁灭那些不前不义的人 所以在今世的时候 用各种方法挫败他们 让他们悔改 悔改了以后 用真理亮光去照亮他们 驱除他们心中的黑暗 和谎言 让他们更多地去顺从神 获得自由 在神的国度里面成长成熟 持续不悔改的那些低基督的 撒旦和他的使者们 最终被灭掉 所以这就是上帝成就他国度的方法 在信息人里面 在福音的扩张的层面 透过挫败那些人 福音呼召他们悔改 在他们里面扩张 数量上 深度上 神的统治在人心中扩张 持续不悔改的那些刚硬的恶人 最终神会审判他们 所以这就是神的国 成就神的国 扩张神的国度的方向 你我现在过信仰生活 就是在这个维度里面 在这个进程里面 不要迷失方向 当你在森林或山里面 去户外活动的时候 所谓的户外运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整体的地图 对不对 你处在哪个山脉 哪个溪谷里面 哪片森林 大概坐标 向着哪个方向 不至于迷失方向 用什么GPRS定位也好 导航也好 或者是什么 更先进的设备也好 始终有个整体的图 最终的目的地 以及你现在处在哪里 你现在面临的是西山 还是森林 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样就更好的去过方向 闷着头 闭着眼睛 每一天 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中 并不是什么聪明的 明智的方法 引擎很重要 闷着头 引擎很重要 但是能够清楚自己是谁 处在什么位置 哪一个历史阶段 你要向哪里 最等等 这个是更重要的 所以今天来到教会当中 牧师不断地在教导你们 其实就是教导你们 一个在神的面前正确的智慧的人生 所以盼望大家在福音里面 大家也不像那些顽梗的人 根本在黑暗里面不知道 已经听见了 我盼望大家 无论你在社会上被评定高于第一号 但是你要在福音里面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家里面 一定活出真正符合真理的智慧的人生 在上帝面前被神称赞 你是善良 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社会上的平静的标准 衡量的标准可能不同 但上帝看你的标准又不同 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 过一个真正蒙他喜悦认可的人生呢 最终审判世界的是上帝 不是这个世界 世界按照他的标准来评定 你有没有宝马 有没有豪车 有没有豪载 存了几个亿 世界可能按这个来评价 但是上帝评价却不同 你的国度 上帝的统治在你里面 有多么深刻 是吧 这个很重要 上帝的统治可能是比较笼统 具体落实到 上帝引导你走的每一个人生 给你的才干 设定的人生轨迹 你是不是忠实地去按照神的引导 按照神给你才干 去侍奉上帝 去侍奉他人 然后实现上帝给你才干的价值 而你主观也是因着爱神去愿意 这样的用你的才能去侍奉神 侍奉人呢 这个很重要 这都是神在你身上掌权的一些具体的体现 最终评价是在基督台前 最终有一天上帝会给我们评价 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神的国 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 那神的统治的范围我们简单的 我们谈到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神宇宙性的统治 上帝是创造主 神的也是掌管者 一切的外有都在此统治 然后具体再讲就是上帝统治的领域里面 包括信的人和不信的人 这个世界包括整个宇宙和人类 然后上帝统治的方法 对于教会统治的方法 上帝是用真理用圣灵 教导明白真理 圣灵引导感化 带领我们包括什么 否定自我 致死那些邪恶的欲望肉体 然后让我们顺从真理 顺从义 顺从神的掌管 那统治世界的方法呢 除了上帝宇宙性的统治之外 上帝为了让他们心灵里面 认定神的主权 回转归下上帝 上帝可能遏制 消除甚至粉碎 破碎他们的梦想 挫败他们 以至于让他们谦卑 然后借着教会去传福音 宣扬福音 呼召他们里面真正预备的 破碎的心灵 贫穷的心灵 回转归下上帝 然后神的国就在他里面 开始实行有效的 不同程度的统治 那上帝扩张的方法呢 就是透过教会向世界 上帝在世界当中呼召了教会 呼召了亚巴拉罕 然后呼召了亚巴拉罕 后一当中一些神的选民 信心的人 然后新约里面 耶稣基督亲自来 呼召门徒建立教会 透过教会在这个世界上 扩张神的国度 教会在努力传福音 教会在努力祷告 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也在实行 刚才我们说的恶制 消除粉碎 去管教这些不信的人 让他们心灵贫穷 然后教会预备好 他们的心灵好土的时候 教会传福音的时候 那些神预备的百姓 才能够在圣灵有效的呼召下 悔改归向上帝 认定上帝的主权 愿意甘心乐意 顺从神的主权 自我否定 致死肉体 被使家顺从神 这是神扩张的方法 但是扩张 在这种个体里面 深度扩张 在水平上面 范围的扩张 然后在时间线上 最终实现是等基督再领 然后成全义人 所有敬虔的人得以完全 然后毁灭一切不敬虔的人 然后整个宇宙世界又被更新 不敬虔的人 那些被定罪的人 和撒旦一同在永远的 流花火湖的审判当中审判 而成全的义人 披戴着复活的身体 成全的灵魂 将在新天新地里面 敬拜侍奉三一上帝 因此我们在这个地上 每当我们说 愿你的国降临 祷告的时候 它是有意义的 它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所切勿的 我们应该追求的 就是神的国度的实践 从我自己到这个世界 我们盼望 神的荣耀得以恢复 那些任悔改归向上帝 谋生呼召悔改归向上帝 不断地否定自我 被实际上顺从神的人 他们越顺从神 越否认自己 他们的那个程度上 就越顺从神的秩序 让神做神 然后侍奉神 神在这样的人身上 会得到更多的荣耀 这是从个体上 那这样的个体 随着福音的宣讲 和神破碎他们的这样的作为 扩张的时候 更多的人去归荣耀给神 承认神 那神的荣耀就得到了 更多应当得的荣耀 不是吗 神的国度的扩张 所以福音的宣讲 宣教 以及教会在地上的使命 礼拜神 侍奉神 同时也是 在担当福音扩张的使命上 是扩张神的国度的 在地上的一个机构 一个领事馆 大使馆 所以盼望 我们每个丢子们 心里面切勿 透过这种神国度的 垂直的和水平的扩张 和时间线上的扩张 让神的名字得到荣耀 我们切望 神照着他应该受的尊从 顺从去被人尊从 包括我自己 包括其他的 按着神的行星 那样是被造的人 都降福在在权柄之下 这样才是正常的 这样才是充满神荣耀的 所以我们是爱慕神的荣耀 爱慕神自己 我们切切地渴望 神的名字得到最大的尊从 祂的荣耀得到最大的尊从 祂的国度得到最大的实现 从我自己到世界 所以这个祷告不是简单的祷告 每当我们这么祷告的时候 盼望我们是一心一口 一心一口的 成诚实事地成为我的切勿 成为我的生活 成为我的追求 我祷告当中能够迫切寻求这个 说明我心里在乎 所以脱离那种形式上的 背诵主祷文 是真心的切勿 神的国度 神的统治 的这样发自内心的祷告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下一周呢 我们就要学习 这个 主祷文的第三个求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这个下一周呢 是因为我休假 所以 难得休假一下 那个我们就 虽然这段时间出差啊 各个方面 因为周三可能 这个 呃 落了好几刻啊 但是这次请原谅啊 我这次下定决心要休假了 陪师母出去散散心啊 不管我休假 他更他更要休假 他需要他的丈夫陪伴 去休假哈 所以 这下周三呢 我们就 这个 要义学习是暂停哈 但是 呃 周五的那个聚会 我们还继续哈 所以 呃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 呃 下一次要义学习 再见哈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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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